骑陵墓DL250摩托车单人摩旅去西藏到底需要花多少钱? 什么样的旅行方式才叫穷游? 常言到计划赶不上变化,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去计划摩旅西藏地区到底需要花多少钱? 如何做到花最少的钱,看最美的风景一直是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。 穷游不花一分钱是不可能实现的,但是能够花最少的钱还是最好的一个计划之一。 所以我计划着全程户外露营以减省和节约住宿的一个费用。 住宿解决了之后最大的一个开销就是摩托车加油和吃饭的一个问题。 摩托车长途旅行本来就是一项挺遭罪挺累人的一项旅行。 在旅途中吃的好坏,住的好坏,全凭个人的一个心态,花多花少,也是因人而异。 为什么会选择骑摩托车去长途旅行? 第一个原因是喜欢骑摩托车,第二个原因就是摩托车比较省钱,油耗比较低。 豪爵林姆DL250的百公里油耗是3.5升,平均算下来100公里只需要花28元就可以了。 从出发地到西藏的拉萨市全程是3400公里左右。 这么算下来骑摩托车去拉萨只需要花1000元左右的油费,还节省了过路费这么一项支出。 骑摩托车长途摩托最大的开销无非就是住宿,饮食,还有摩托车的加油,维护保养这些费用。 住宿全程户外露营已经节省了很大一部分的开支,吃饭呢,我在出发之前就带了很多的牛肉酱,路上呢就是在煮面,然后也带了很多的行军粮牛肉干,以备冲击使用。 从出发地到拉萨市,再从拉萨市出藏,这一段全程大概有7000公里左右,计划着在一个月之内把它摩托车完成,计划着全程的长途摩托车费用要花费5000元左右。 很多朋友们都梦想着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背起行囊无忧无虑,最美的风景永远是在路上, 单人单车挑战摩托轮进藏的一个旅行计划我已经完成了,很是自豪。 摩托轮结束后,我算了一下我的整个摩托旅程花费了多少金额,当得知数字出来以后,我很是惊讶。 豪爵林木DL250摩托车确实是魔力神器,全程7000多公里,确实没有把我丢在路上,把我安全地带离了西藏高原地区。 从出发地到拉萨市总共的里程是3254公里,我耗时了11天,每天大概骑行是295公里,花费了1733元,平均下来是每天花费158元。 这么算下来,每公里骑摩托车只需要花2.8元,在拉萨市稍作修整之后,就开始计划出藏,制定的是从拉萨市前往湖南省长沙市,全程是3340公里,总共骑行了10天,花费了3247元,平均每天骑行334公里。 进藏和出藏七星天数只相差一天,公里数也相差不是很多,但是出西藏的花费大概比进藏多出了1500多元,是因为西藏地区很多的物资是比较匮乏的,当我把进藏和出藏的整体费用相加之后,得出了4980元这个数字。 当时计划使用5000元进藏出藏的一个初步的制定,完成了,还少了20元。 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出发,到达拉萨市,从拉萨市再到达湖南省长沙市,总共骑行了21天,总公里数是6587公里,花费了4980元。 平均每天花费 平均每人7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